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放马车 停下查验 停车 走 奉朝廷指令捉拿嫌犯 来人 搜马车 慢 车上乃是成史成孝伟家四娘子 再无旁人了 诸位将军 我家女公子尚未公佩 怎好轻易让男子搜车 李管夫住口 五等既是武将家眷 更当听命行事 岂能耽误诸位将军公务 诸位将军 就念在他张头蜀目 蠢如猪狗的份上 莫要见怪 女公子当真敢被搜车 既是朝廷捉拿要犯 臣事自当听从 做事不亏心自然敢 只是搜车之前 还请少将军上前一步说话 说 少将军 搜车能有什么趣吧 我家旁边的草舵里 那才有趣得紧 天干雾燥的 若是那草舵不小心着起了火 说不定还可以大便活人 到时候可就更加有趣了 将军 我家女公子高烧半月有余 整日胡言乱语的 将军 千万不要当真的 当不当真的 烧一下不就知道了 少将军 我家虽不是什么大物 不过一个草舵还是烧得起的 烧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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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主公 我们还是不能听她一面之词 还是请这位女公子 下车搜一搜吧 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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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吃 他有 我 一 头发了 头发了 放送 武 quarter 将军 头发了 误会 误会 放心 李管副 将军都说放行了 你怎么还不肯走啊 死娘子 你 你 若想活命 就别废话 压着就走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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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误会啊 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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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容院 将军容院 我是承车 承煞为的新舅父啊 你听你们都是这种种榜的份上 勾待贵手 勾待贵手啊 刚才马车上坐的 当真是承家四娘子 你当真是他亲舅爷 千真万确啊 就那次丫头 从小就确定少灵 是个唯一人叫的汉人静 她懂什么清长里短的 我不 哎呀 将军 看在程校围的份上 你饶了我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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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先生 趁烧烧 烧烧公 烧烧公 姓董得果然不惊吓 什么都叫来 收买董仓馆的人叫许进忠 家住冯一俊 世代打铁为少 不知为何忽然变入了市 如今是掌管兵器的上方令 许进忠定期会给董仓馆银钱 他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至于许进忠将军械运往何处 又卖给何人 他一概不知 许进忠 这名当真有局 就是不知 他究竟才向谁敬忠了 此番座位多久了 足有半年多了 这半年来 除了咱们最后一战 田底下位在其干戈 这许进忠吞下这么一大批军械 看来他的买家所图不小 此人现在何处 自动仓管被捕后 已几日不曾露面 继续查 是 那董仓馆那边如何处置 他对上方另的所作所为 并不知情 死罪可灭 活罪难逃 论罪 他当发配边塞 告诉廷卫福 发配前 让他回趟陈家吧 能抓住董仓馆 查到这些线索 也有陈四娘子一份功劳 我们当投桃报李 还他一个人行 发配钱 让董仓馆见一眼情人 邵主公什么时候 学会投桃报李了 不是说不管陈四娘子死了 还问 你是想必行还是关钱 邵正公不会对我们这么狠的 那也得看心情了 我明日便放董仓馆回家 报答程家娘子 阿丁啊 你到了边关一天好好照顾自己啊 前来前来 不要再做出什么糊涂事了 阿丁啊 好 还有 以后你们家人 不要再上这儿来了 大郎官吃要升上去 家里总要立规矩 总摩登像乡下一样 什么山貌走上的 都往家里转啊 阿丁不要要你了 你了 你说大母子贫义 严谊佛就在地上耍了 是跟谁学的 我怎么不管你了呀 我怎么就不管你了 那左严严 嘘 木曜菲一张呗 仔细大伯母评价好 都要发 尽数都有奴婢使坏 阿夫在世的时候 哪有这般光景的好日子 我怎么就对不起阿夫了呢 可是你做得比我更好 我就应该过得比你好 程家的好日子 都是大浪学历活力拼出来的 你是董家子 我是程家父 咱们虽然是手足 但是拜的祖宗已经不一样了 知道 知道啊 今天 程家全家都来给你送行 已经是天大的勤奋了 程家 就是你 这是程家 还容不得你在这里耀武扬威 程家 我到这边儿老向谁 小小年纪 出埋志气 无情无义 都是碎了你啊 程少少 难怪他要这样对你啊 行行行 好 舅爷说的这是何话 大母他如何带我呢 阿子当日亲口跟我说的 小时 留着这个小弟娘 日后 恐怕会和她阿母一样 招人厌分 不知道早日把她气了出门 也省了程家的米粮 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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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没事 我 我什么时候 说个这样的无话 你少污蔑我 这 舅老爷摸不适风了吧 怎么在这回来乱呀 快来大哥 快把人拉走快呀 对啊 对了 还有你 你说养个小弟娘 不过十几年 咱们把她给养废了 让她日后补救都来不及 不不不不是 撤撤撤 知道为什么 不就你西文十字十里了吧 我外甥这些年寄回来的银两 全跑抵合门里去了 你胡说 你还在这儿装生的装 你还带走啊 快 你们承认啊 无疾无义啊 是我于刘芳不顾 我让你们呆在这儿 你就将安生 你是谁呀 你快走吧 你再不走我们家的日子 过不下去了 老子啊 你当年在阿部里面 别怕被偷积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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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对得去 阿部在天之灵吗 可曾有查到许金钟的消息 邵主公 咱们的人在他的宅子外面 守了好几日了 他未曾归家 始终下落不明 他可有任何家居的人 无妻无子截然一身 我问你们 如果你们想要避人耳目 会选择何处 自然是自己最熟悉 其他人猜不出的地方 没错 人逢危难之时 通常会选择自己熟人之处 所以董餐馆 才会躲去当年与陈老夫人 相依为命之时 所住的乡下种子 这许金钟无妻无子 老家又在分一局 所以在这都城之中 他最熟悉之处 除了自家宅员以外 就是打铁铺子了 属下立刻排查城中 所有打铁铺 准 都无异样 少叔公 城中的打铁铺都无异样 唯独这家 自董餐馆被捕以来 便关了门 外人知道 这里地处偏僻生意不好 但我们留意到 每日仍有铺从 给铺子里的人送吃食 但这铺子里的人 却一次也未曾出门 书 准备 书 书 草 快 我这之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查到这里 算你有本事 但你想知道的 我一个字都不可以说 我无儿无女 无亲无倦 你还能住我久住不成 我知道 你二人开口的手段狠狠 落在你手里 定是生不如死 所以 他要服毒 你来 是剧毒 就不活了 这些兵器来得太急了 正接我们的燃眉之旗 赶快入库吧 快 快 阿霞 阿霞 把在这个铁枪铺做过事的所有活捷 还有徐府上所有的仆人都给我抓过来 要一个一个的审 我倒要看看 我能住他几族 邵主公可是认得这太紧 便是化成灰 我也忘不了 当年调换那批猎胆军械入库之人 便是他 我记得他这么轻易就死了 把这件铺子给我查了 绝地三尺给我查 是 等等 不要闹太大动静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徐静冲的死讯 暗查他跟所有人的来往 所有人的消息 不犯规任何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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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紫盛回京 豫昌郡主代赐归中等他 想必今年 侯爷可以双喜临门啦 好 来 各位 我们为紫盛的婚事 再喝一杯 好 紫盛 刚刚还提起你的婚事 来来来 坐在阿富身边 我领圣上旨意 前来与程阳侯团聚 诸位即可放松一些 我站在此处 陪诸位用膳 豫昌郡主到 你见过余昌郡主 见过余昌郡主 见过余昌郡主 林将军 我还有公务在身 就不陪各位受罪了 紫盛 别那么急 再忙 也要吃口东西啊 怎么能饿着肚子办事呢 是啊 紫盛 好 郁昌郡主 还想约你一起过上元节呢 你可不要推脱了 紫盛 婚姻大事 应尊父母之命 我们还能坑害你吗 父母之命 那敢问我阿母现在何处 他算是什么人 郡主 当着众人面 臣再与郡主说清楚一些 陈耀群的心腹 是一剑 便知是他 死生死心都是他 若寻不到这般女子 臣宁愿终生不去 而郡主 并非此人 告辞 来 少主公 灯笼全都摘下了 新来的仆妇不知规矩 郑丹叶在院中挂上了灯笼 女军被吓得不轻 非说是孤城着火闹了一夜 连晚膳都未用 少主公也未曾用膳 要不要热些饭菜 不必了 没有胃口 去 将许静忠铺子里的所有灯笼 都给我取来 是 这铁匠铺子的灯笼存了 我记得其他铺子也挂了灯笼 没错 可其他铺子里的灯笼 都是逐边的骨架 而许静忠铺子里的所有灯笼 在底部都有一圈 用来固定灯罩的铁皮 寻常的灯笼铺子 可没有这般支铁兽医 许静忠的灯笼 之所以遗憂重头 是因为都是他亲手所致 他一打铁的做灯笼干什么 那日我们在他密室里 没有寻到任何线索 是因为他已经将线索 藏在了我们都会忽略的地方 那便是 在夜里用来照明的灯笼 是 郡主 天冷 要不您去马车上面等吧 他会躲我 好好热闹地不留 非要来自冷静住 不如我们进去吧 郡主 郡主 我不是每次都这么准的 阴玉昌缘故 十一郎未用膳就离开了 我故意不去才来许你的 对了 上岩灯节 林将军可有空闲 这灯笼是我亲手所的 没空 不管将军去不去 郡主 郡主 都会在灯会出尽候的 少主公 这是许静忠密室的照明灯笼 没有异样 少主公 这郡昌郡主对你 真是痴心一片啊 你看这灯笼上写着 有意美人喜 见之不忘 我听说 上元节灯会的灯笼 都是成双成对的 成双成对 这许静忠真是一只老狐狸 他将线索藏在灯笼之中 若买家此时想与之联系 只需留下一只成双成对的灯笼 这样他们不用见面 就能够传递消息 这个上元节灯会 我们也娶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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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大灯了 真好 真热闹 少主公 属下一步之妥当 若今夜 有人拿与许禁忠相似的灯笼 我们便立即行动 那不是程校尉吗 他也与家人一起来逛灯会啊 这程四娘子今日穿的 倒十分大业 离得这么远 你也认得出来 前些日子 盯着程家的太阳 也认识了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同学贡团 我们下期见 明天晚上 我说的是好多呀 田家酒楼为何会卖灯笼 这都是多少钱你占的 这都是多少钱你占的 女公子怕是第一次来上元节灯会吧 这灯笼啊可是不卖的 若女公子想要灯笼 去解开上面的谜题才可 多谢 猜的谜有何意思啊 答不出便自认见识钱 自有博学广文之人觉得有趣便答得出 让开 何必推开别人哪 你想要什么只管告诉我 我去拿就是 我想要用上那只灯笼 你去给我赢来 那个灯笼我不会 你换一个 你不去替我赢这点灯笼 我大可换个人去 楼上元公子可解所有灯笼 元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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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白露城的一个善见公子 每年灯笼 元公子怎么办得偷愁 这元公子在两个东西啊 这两个好的 元公子总算有机会见见元公子了 是啊是啊 我想快些见到元公子 左一 快快快 别挡着我 横看是王 树看是王 树看是王 人口无他便会王 猜一字 猜一字 一字 真是什么字啊 真是什么字 左二 客来东方 且搁且行 不从门入 与我圆强 游戏中庭 尚入殿堂 鸡之拍拍 死者嚷嚷 鸽斗而死 主人不生 猜一物 此物无甚厌之 乃蚊虫也 诚 快快 那左三又是什么呀 左三 千人待前 月夕三时 九日归 四语 当力几何 请袁公子 作答 六千 七离五好 六千 七离五好 揍 右一 绿之不 终之妞 终之úng 表如日月 黑如全星 这在当年 都陷有小意思 朗生兄弟 对面坐 无恙衣赏 俱相同 可惜 一人言论一人影 为何 只能是在赵同庆了 赵 算对了 诱二 灯笼之上 乃一幅春艺图 草间雀影 猜一字 那个是我要的 解人公子自答 快点想想办法 草间雀影 好一幅春艺的 一条无头无尾 无脊梁的鱼 可解此题 这是日子 袁公子戴上 都怪你 要不是你猜不出灯笼 我灯笼都被人拿走了 这袁公子什么来的 这么厉害 当然厉害了 他是从白鲁山书院 皇甫先生 三年前朝中召寻 天下大陆变京时 年方十八的袁公子 代诗变京 名满都城 你不会连他的名号 都没听说过吧 我第一次来灯会 自然不曾听说 原来是个没见识的 就是 难怪不晓得 这每年的上元节 就没有袁公子 解不对的提议 要是年年上元节 都来猜谜 年年都能答得出来 这人得有多无聊 龙阳 你好歹也在白鲁山书院 就读过些诗 怎么跟上年公子 差那么多 看什么看 原师兄是绝世之财 我资质平庸自然是赢不过他 别说是我 普天下又有几个人 都赢过他 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你 这种长他人之心 灭自己威风的德行 这原神剑当真爱出风头 这些灯笼可要送到您府上去啊 不必了 随便找个地方挂起来 巧着亮的 原神剑 这便是你形势不够厚道了啊 咱学院的人好不容易绞尽脑汁 这才想出这些迷面来 你可倒好 这一口气全给解了 难道就因为嫌弃此处 不够亮呢 有什么问题吗 好歹 给楼下的看客留几盏灯 现如今灯笼都没了 还让人家猜什么 是啊 既然如此 那我便好心赠他们一道迷吧 请问田掌柜 这楼下景深几何呀 这灯笼都被猜没了 这灯笼还不得散了 这无聊 诸位街坊 诸位街坊 比人乃田家酒楼的掌柜 是才袁公子说 之前赢下多盏灯笼 实在是扰了大家的雅兴 所以呢 特殊道新的灯笼给大家助兴 如此啊 我们九楼也愿意填鞋彩头 若是谁能答出谜题 我们九楼愿奉上一谈千里罪 以示奖赏 千里罪 袁上健 也不知道袁上健 会出到怎样的题 是张还是傅 袁师兄出题一定是别出心裁 岂是您我能猜到的 你有没有点男人痴气的样 不是 比人的九楼旁有一口水井 井茎二尺半 却不知其身 袁公子此谜题便是 这井口至水面 深几何 这井有多深 你们梁上一梁不就知道了 没错 比人手中呢 有一柄三尺目 这位女公子 可否来梁上一梁啊 短尺 咱可测井绳 这谁能答得出来啊 这谁能答得出来啊 我来 答不出 变资人见识浅薄 自有博学广文之人 觉得有趣答得出 让开 你 受伤意 快让开 快 来 来 快 哦 社长 有事吗 什么 哪 我 我 你 尼 我 你 我 我 他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 竟也能让你看得像个傻子般 这是可笑的 让你测井深 你在这儿瞎比较什么 算出来了 井茎二尺半 立三尺木于井上 从木莫望水岸入尽一尺 所以井口治水的深度是 四尺半 东家可转人和艳 女公子说的 是一寸不差 田某佩服 去 女公子果然厉害 既然如此 千里罪我拿都拿不得 女公子既然一拿出谜题 自然可得这番千里罪 你稍等天课 我这儿就给你取来 多谢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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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女娘不一般呢 已经找到了 他与许进庄贴着相同等的本人 少主公猜是谁 肖世子 少主公怎么猜到的 正是他 那许进庄不过是一铁匠 莫名其妙却好的 便是我们的人 也查不出他是如何晋升的 这定是因为 有人掩盖了他过去的经历 他老家在冯一军 能把他的经历抹得如此干净 定是有能力在冯一郡 呼风唤雨之人 而出生在冯一郡的景山功臣 便只有雍王 可雍王不在都城 在都城呢 只有他的儿子 萧世子 女公子要当心啊 这本花容月貌要是跌坏了 那可得心疼死人哪 多谢公子 这些原本是我的推测 但如今见到人了 便得以应证 少主公猜得分毫不差 咱们瞒下了许进庄自尽的消息 那背后之人联系不上他 又着急出手那批军械 必然会与满家亲自联系 所以 咱们只需要盯住那萧世子 便可知晓 背后之人到底是谁 那萧世子 已然向天家酒楼去了 走 是 快 快 救郡主 快 郡主 郡主 救我 郡主 救我 郡主 快 郡主 快来人救我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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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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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将军 初步之上 还请快些救救我们家郡主 快 快 郡主 郡主 干二 llä 抓住 这 这 这怎么办呀 你赶紧 赶紧出去救救他 快来人呐 快来人呐 滚 我 水蒸粉泥 快来人子 说也不深吧 多多啊 纠差一点 往那边来一点 这边对对对 我看 过来一点 纠差一点了 看什么看 都滚开 别在这儿看我们家去给你笑话 还不滚 谁呀 谁呀 谁劝的我 谁 谁劝的我 不好了 走水了 天家酒楼的东楼烧起来了 天家酒楼 我的县连钻 我的脚 让一让 让一让 不好了 烧起来了 快点快点 水 快救火呀 快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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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火快点 快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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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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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跑哪儿去了 阿富好事找你 我方才也听到阿富在叫我 我也在找阿富 你没事吧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阿富 灯笼从何而来 慧将军 都是小的从集市场采购的 还有一些客人放在这里的 等着有缘人来猜灯笼呢 走 属下查过 这些灯笼 与萧世子手中的不同 闹出这么大动静 不可能留下一样的灯笼 等咱们成了 下进血本也要毁时灭机 这证明咱们没有查错人 让你们查萧世子这半年来的开销 可有查出线索 不出少数公所料 就在上半年 这个萧世子还抱怨 自己手头挤 在独城的日子不好过 但这半年来 他出手十分扩碎 整日里游山玩水 喝酒洗脑 他可有任何产业 他在城中倒是有几间铺子 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 亏了个底朝天 上半年 他还托人想把铺子盘出去 但后来 非但没把铺子盘出去 反倒有余钱 又多开了几家铺子 董仓管和许静忠做了半年买卖 这萧世子便阔绰了半年 说他们没干系 都没人信 命人去给萧世子的铺子 找尽麻烦 定要断了他们的财 阔绸惯了的人 是忍不住秦库的 他定会再挺而走险 一旦他联系下降 我们就有机会 找出这背后吞下军械之人 少主公 不好了 淳于是去府上了 回府 你们这些随从侍卫呀 可要悉心照料着 我一路走来看你们将军府 冷冷清清 别说是烟火气了 就连花花草草都没挤猪 连个使唤闭女也没有 你们少主公呢 我喜欢宿井 你不爱花草 子盛 也难怪 你身边都是这些粗野汉子 他们自然不懂这些 依我看 你这将军府上万事俱备 就缺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你来干什么 我是你继母 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还不能来啊 你我确实是一家人 你与承阳侯是表兄妹 我幼年之时 还换你做表姑母 可没过多久 你趁我母子流落在外 便爬上了承阳侯的床榻 做了她的祭祀 这绕来绕去 确实终究是成了一家人 就算你 记恨我们做父母的 可也不要委屈了自己 汝阳王府的豫昌郡主 对你真是有情有义啊 你千万要珍惜这大好姻缘 你看 过几日就是郡主的生辰 你还是去一下吧 送客 我话还没说完呢 说完了 邵主公 这豫昌郡主的生辰宴 咱去不去啊 人家可是专门托人送来请柬 自己去领试军棍 为什么要领军棍啊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你若还想留着自己的屁股 就管住你的手 拖着一手 干吗呀 拖着一手 密你们打听的事情 可曾打听到了 我们盯了肖世子几天 他一直与何将军家女娘 何昭君在一起 董餐馆流放 许敬忠自强 这肖世子 若还想长久做军械生意 只能从其他处密得军械 他若成了何将军的女婿 自然 就更方便拿到军械了 何将军忠勇 未必会与他同流合污 那雍王就是任人为亲的性子 难免他儿 也喜欢以己推人 揣夺何将军 那日 豫昌郡主送来的请帖还在吗 我们也去一趟汝阳王府 我早上了 不是 少主公 你不是说你不去吗 何将军与汝阳王有救 何昭君 一定会去汝阳王府 庆贺豫昌郡主的身辰 既然肖世子与他心影不离 自然也会前往 阿飞 伤好些了吗 不就是石军棍吗 上过呀 布他 好 那便再去领石军棍 为什么呀 扔掉重要蜻蜓 还布置石军棍吗 找回蜻蜓 此罪可免 走 好 今日厨房 特为女眷备下金丝枣全做小食 这小食用了十多道工序才制成 算得上精细 诸位姊妹尝尝吧 这枣确实美味 程家妹妹弄错了 你尝的这个不是真枣 金丝枣是用蜜糖果牛油细面挣扎而成 形如蜜枣却不是枣 圣上平定天下后倡议节点 你呢 这就开始以奢靡点人了 别张口圣上闭口天下的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身上的穿戴 就是 这么体谅民间疾苦 怎么不自己穿着破衣烂衫去田里耕种啊 怕是不舍得自己这一身金珠宝吧 齐齐阿子随万将军在外征战多年 要抚恤伤亡兵族家眷 并不比亲自更重来得容易 谁会花十几道工序 做上这样一份典型 更何况 将士们在战场上协力活力磨砂 你们却在这平安都城里大吃大喝 这般惊喜日子 我们武将家眷可过不来 这样的宴席我们不吃也拔 还有 阿子们坐上这些好吃好喝的 尚靠苍天庇佑 下靠圣上夜以继日为国操劳 更靠前方战士们尽心竭力 你们想着这般福气 讥笑我们武将之后 也不知怎么好意思 冰净中 冰净就到了 成家妹妹气性太大了 我们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别在贵客面前闹笑话 哪儿来的贵客 你 你 还是你是贵客啊 不是 汪玲 少为言送听 是十一郎 十一郎今日 要来给郡主庆和生辰 我忘了 成家妹妹好像一直都被关在庄子上 都不曾有机会见过十一郎 不如这样 今日呢 你先乖乖听话 没准能瞧上一眼呢 汪玲 瞧你那脸花痴的样子 你想见十一郎 自去见会儿 攀扯少少妹妹做什么 我还以为是谁呢 不过是十一郎 那我可要失陪了 对了 汪玲 十一郎倾慕我已久 可惜我对他毫无兴趣 见面也只能徒增尴尬 失陪了郡主 不不不不 嗯 你是 我就是倾慕你许久 但你却对我毫无兴趣的 十一郎 林将军来了 快行坐 林不宜 你 汽车子 汤子 些许是方材金色才有问题 不是 肚子疼 快走 快走 林将军能收我的请柬 来我的生意 一场很高兴 在下已经后悔来了 我看这汝阳王府 容不下吴家 林将军齿逞沙场 李立战功 我等仰慕还来不及 怎会容不下呢 方才是以承家妹妹说笑 若真瞧不上新晋五将 也不会邀请几家妹妹来此 可我看这席间 并无任何吴家家军 真请啊 少少妹妹和七七妹妹刚走 昭娟妹妹有些小事也未曾入席 林将军去往河 去往烟习即将开始 少主公去找 食不得金丝枣的武将们聊 你连十一郎 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 就夸口 说他亲目于你啊 我那不是想气气亡灵吗 可林将军看似于鸟鸟 十分熟人 谁与他熟人啊 你可还记得舅公被抓 他当初抓舅公之时 我搁着车帘给他指了一条路 谁知道他这个人恩将仇报 来我府上对着阿福 说了一堆有的眉的 你们可知晓 豫昌郡主心仪的 便是令不已 那日灯会 豫昌郡主落水 你们可知道 我知道 我那日刚好去凑热闹 却发现豫昌郡主 在潜水里假装扑腾 还综合扑栏路 我便一脚把他在扑中 揣了下去 谁呀 快 后来就露馅了 那当时可是你做下的 我早就听说 豫昌郡主落水啊 本是为了吸引林不宜 想到 被你这一脚 给传露馅了 这下子 此时大了 此时千万不要说出去 莫要让我阿姆知道 她知道 一定会扒我一层皮的 这哪儿是生产宴啊 分明就是鸿门宴 不来也罢的 世子 你别跟着我 周军妹妹 周军妹妹 你等等我啊 周军妹妹 世子 你别这样 周军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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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子 你们果然在这儿 阿姚 阿姚 楼杨 你站住 你要做事 我还想问你们做什么 方才我听得明明白白 她要去何家提亲 是啊 萧家是有此意 可我还没英语呢 若你肯对我好些 我便向阿父回约此事 你只管去嫁她好了 我从不留恋于你的婚约 只不过楼家重信首诺 曾忍到今天 好啊 谁稀罕 但就退亲 不如你索言去嫁那肖世子 她从来不像你这般气我 她善奸人意 比你强千倍百倍 我告诉你 最后成亲 我便随她回逢一句 到时候闲来 我们就去游山玩水 她还在属中 建了一个别院 说将来便送我了 日后我与她 不知道有多爱 你我说不定 连个面都见不到了 好啊 一言为定 好啊 若是萧和两家结为殷亲 那么此案也会牵连更多的人 这个案子 必须尽快了解 去查一查 这半年来蜀地 有哪些官员来过赌场 邵蜀公 是怀疑萧世子与蜀中勾结 前几批军械都运网了蜀地 蜀地归降多年 早无战事 他们买这么多军械干什么 怕是蜀地早有二心了 我们 必须早做筹谋 羞贼 快走贼啊 抓贼啊 快去这人搜 去这人搜 去这人 世子 全都搜过 奈何贼人身手太快 我们未能追上了 笨蛋 连个小贼都抓不住 让你们有何用 世子 已经查清楚了 府内没有丢失什么重要之物 世子 不好了 世子 世子 不好了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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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舌头捋直了 是零将军 带着黑小卫把咱们给围了 零将军 深夜造访 是何用意啊 听闻萧世子府上有贼人作乱 在下特带黑甲位前来 助世子擒贼 零将军 这府上也为丢失什么财物 就不劳烦林将军了 宋客 前些时万将军府上也失窃了 这贼人太过于猖狂 若不早日请住 都城难免人心惶惶 还请世子迁就一些 搜 是 你 零不依 我乃勇王世子 身居于都城 此府 等同雍王府 你才敢妙黑甲位 擅闯猛后府啊 肖世子 就算今日眼前真是雍王府 在下想尽 也一样尽 雍王爷 你说什么 是 少主公 属下已经搜过了 并未发现贼人身影 好 零将军 既是一无所获 就赶紧带着黑甲位 早些回去吧 忠义公骨 这可是圣上的玉笔青蹄 自然啊 我父王毕生戎马 祝圣上打下万里山河 封王戍边 这次子便是圣上 对我们萧家人的圣赞 拥王的忠勇 圣上看在眼里 虎父无犬子 相信萧世子 也不会让圣上失望 对吧 那是自然 鸡尾抓到贼人 在下就不打扰了 走 是不是对咱们起疑了 这零不一 英文不三 此时候我要是交火 岂不是中在手里了 凡城 再等等吧 再等等吧 女公子 女公子 贼犯人数不少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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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 放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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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已经用尽了 女光彩 上千车死 那也要看看是谁先死 驾 女公子想谁 他们有防备 先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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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妙 只有坚持下去 等来援兵 才能让阿妙报仇 他能抓走阿妙 只是为了费息我逼我就范 应该不会杀了他吧 今日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必再为阿妙的事自作 其实是你三叔父在 也未必能除去 之前阿妩 随阿妩再来挣扎 是不是也会成为到这样的情况 自己的性命生死一线 身边的人 也会随时没命 生逢乱世 人命如草剑 护一人为自身 护百人为乡下 护万人则为天下 也正因身怀苍生 你阿妩阿母当初才会留下你池原古城 只因他们身负众人 只因他们身负众人 要结束这乱世 女公子 如你所料 我方才去看 他们受伤同伙 果然全被救走了 那些贼妃 进宫车退游戏 不太像是寻常贼妃 我们早已将财宝丢弃在路上 我们早已将财宝丢弃在路上 他们为何还要再吹 他们不是贼 还是兵 若是兵 何故要追杀你我 你旧光牵手的军蟹遗案 那批军蟹很可能已经运亡了属中 身上得之后打算吸血一番 我记得临不已与我说过 我记得临不已与我说过 旧光是岸的那批军蟹 运亡了属地 属地归顺多年 囤积军蟹 定是生了二薪 如今圣上正在西巡 他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想要刺杀圣上 我猜我们定是在路上 中进了他们的先行赤后 所以他们怕事情暴露 才想杀我们灭口 把这边害怕 就是按照 率值得 取到 让los 虫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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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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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小畜生 找死 小畜生 小畜生 是黑小畜 谁不赢 一个不留 快撤 快撤 快 快撤 快 阿淑 你是先来的县城吗 阿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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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你的 阿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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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 阿淑书房中 有个红色的瞎子吗 嗯 记得 你把他取来 藏好了 带到新城镇的县城 承家阿淑来了 把这个交给他 对他说 划信着百姓 日后就托付给他了 好 好 少主公 尤长俊 没删到吧 阿淑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少主公 来 带去疗伤 是 少主公 咱们必须即刻前往 圣上的铸笔打赢 只有一事才能处理 这么深的伤口 贼妃可套附助 逃了为首的反昌 以及部分随重 我已派重兵去围剿 绝对令他无处可逃 把此印 交给即将盗人的县城 少主公 这即将盗人的县城 是城市将军的三弟 城池 听闻 此次随行的女眷 还有城家四娘子 你说随行的人还有谁 城家四娘子 城受伤 城池一行人早已出发 按说 他们昨日便该到了 反正谋逆 周围难免还有通道 少主公 属下担心 会不会遇到的 少主公 带一队人马随我沿路查探 御匪剿匪 御敌杀敌 快 少主公不是受伤 我们真是又要去哪 御匪快救人 你们往外传信了 你们这么怕我们报信 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贼匪 知道的越多 越活不长 到时候 你的下场 会和你那婢女一样 阿妙呢 你那婢女 也是个恋性子 折腾了几个时辰 都没断气 还是我一刀 赏了她个痛快 我会让你偿命 让我胜 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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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别怕 我来了 不行 伤口太深了 行使不住 得用烙铁才行 来个人再把手来 我来 再撑一下啊 马上就好 好 快 撑住 撑住 可以了 可以了 子舒了 这帕子上沾有安神药粉 若不习惯血腥气味 可用帕子捂住口壁抵挡 多谢林将军 臣娘子不必再怕 已经不会再有危险了 若不是林将军照应相救 我们也不知 能不能活到现在 小女力量微薄 将将军麾下也有伤者 未免耽误了行军 不妨将伤者将士全部留下 我定会细心照顾 是将我麾下的伤患 全都留下吗 是 若将军另有宠王 我但也不敢置疑 为何只能是他呢 难道我 就不可留下吗 将军留下做什么 疗伤 少主公一天夜未曾修整 为了救你们 连伤口都未及处理 阿飞 不得无礼 林将军 你自行折断剑尾 如今箭头只露出肌肤不足半寸 想要拔出箭头 无处着力 怕是只能切开伤口 那便切 可小的不懂缝合真术 如若强行隔开 只怕将军会血流不止 小的只是粗通一术 实在是无法医治将军的伤口 请将军受罪 少主公再忍耐些 我去找军医 你便是再快的马 找来军医也需时日 少主公干咯得起吗 我有一法子 但不知可行不可行 可行 可行 不是 方人 知道 你便是 可行 你便是 坚定 这绳子可还牢固 这不是普通的绳子 这是少商贤 只能要得到你 你那不是 你老是 你老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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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落入这些人手里 可见 可见都被将军给撂中了 数定生了二心 这些人这些人 这些人头买军械是想要谋反 这些人头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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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叫做这些人头买军 可用军械 可倒用军械 不过是流放而已 你们想定何罪 大可自己选 当真 我们就是盗人军械 这批军械 是早些日子别人卖给我们的 谁卖给你们这批军械的 这个 我们不知 好 都拉下去斩了吧 是 是 是 你怎么能冲坊 慢着 我告诉你们 跟你们这种人 没有守信的必要 身为武将 你们明知军械对于镇前将士来说 如同生命一般重要 竟还敢盗用军械 可谓是罪该万死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 是樊长将军逼我们的 他不满圣上让他镇守蜀地 所以才盗运军械 以冲军备啊 什么迫不得已 分明就是你们贪恋权柄和财物 明明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 装什么可怜 少主公 少主公 杀香不香啊 我来杀 我来杀了他们 杀香不香 可他们又没向我投降 我来杀了他们 便没有关系 我的婢女阿妙 家丁 车夫 全都是被他们所杀 全都是被他们所杀 那个女子 我们只找回了部分尸骨 你们还配为人吗 既不想做人 那今日 就当畜生 我就当你们是牲口 想如何宰杀就如何宰杀 你敢 我们兄弟化作厉鬼 也让车也死咬你 带下去 走 你就留在此处 你没有见过那个场面 看来会做噩梦的 我不会做噩梦的 我定要亲眼看看 这些处什么 是怎么死的 你听我的 留在此处 婢女卫如走 并非你的过错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今夜睡前 喝一碗安神汤 可记住了 是 盗用军邪 杀 什么人 是 不是说不让你来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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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将军伤口已腐 得忍着点疼啊 下官得先驱除清淤 除去腐肉才行 将军伍京 来吧 陛下 臣的伤口有碍观瞻 您不若先行回避吧 回避个屁 朕什么没见过 你现在知道自己伤重了 早晚个半日 别说你胳膊了 就连你的小命都不保 朕早就告诉你 早一些娶妻生子 整日打打杀杀的 到头来呀 死了都没人给你送赠 分钱连个打零番的人都没有 陛下若再想象四年前那帮 强压着臣娶豫昌郡主 那臣就再出征 即便是去胡人地界上 找杖来打 也要将这条性命葬送在那里 如此 陛下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烦恼了 你呀 恕死了 还说这些蠢话 还有你们俩 废物 将军这么重的伤 你们俩是瞎了还是残了 为什么不早先回来 早一些医治 陛下要怪罪还是怪罪臣吧 战场上军令如山 他们二人也不好违抗 你不要仗着朕舍不得怪罪你 你就肆意妄为 朕把你当情深子一般的抚养长大 你如此不爱惜此身 你到底要作甚哪 姓娘不能轻一点 是 无妨 继续 朕和你舅父 青铜青兄弟 子佑 一起吃 一起猪 一起长大 你舅父为了国家 牺牲了全家人的性命 朕心痛 自责无法救他一命 这才把我家全族荣耀 都赏赐给你呀 就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 可是你呢 一不娶妻 二不生死 整天大大 沙沙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你母族祸世的血脉 难道真的要断送在你的手里吧 臣只想像舅父那样 娶一个知心相爱之人 与其像程阳侯那般 招勤牧处的妻偶阿母 使得两人相恨半生 臣宁可戒然一身 陛下不必再劝了 还看谁不看 还不给朕 滚出去 慢一点啊 是 现在樊昌长功夫了啊 居然能够把你们少主公 伤得这么重 陛下未免太太去樊昌了 少主公不是被她伤的 是她自个儿拖的 干什么 说 到底怎么回事 少主公本是领命攻打 在华县的樊昌叛军 叛军否定 又听闻新上任的县城 未曾前来接任 恐其途中遇险 因此又折返相救 不 才耽误了县上 新上任的县城 不是听说新上任的县城 去了青县吗 既然你们家少主公 要去救青县城 那顺便在青县 就可以疗伤啊 少主公压根就没去 救青县的县城 她是去救县城家的女娟 女娟 对 就是那个被救的小女娘 给少主公拔的剑 那小女娘手上又没轻重的 少主公又忙着追拿樊昌 这才耽误了伤心 拔剑 撩伤 小女娘 那小女娘是谁啊 不许干她 就你说 娶灵侯城市的妖女 承少商 承少商 你不许干什么 长什么样啊 陛下 樊昌对所犯罪行共认不讳 此乃樊昌在狱中私下一经 用血写就的忏悔书 他忏悔自身 鬼迷心窍 对陛下兴生怨对 如今 兴有悔意却晚矣 愿以死谢罪 要想当年昆阳之战 樊昌身负重伤 险些不治 还拼死助朕拿下城池 不过就是短短十几年 当年余朕出生如此的兄弟 都已 罢了 罢了 朕再给他一次机会 倘若他真心悔过 那 狼子野心支流 何来真心悔过 不过是仗着与陛下 有同袍情分 死里求生罢了 林将军何处此言 樊昌家眷始终支流老巢 未曾堕藏 他胆敢放任家眷暴露 全然不怕行刺陛下后 朝廷诛杀他全家 就是断定 他此次行刺定能成功 且成功后朝廷避乱 再无暇追究其责 樊昌此举筹在先 同党协助在后 而时至今日 他却还只提同袍勤奋 不愿供出其党语 谈何真心悔过 陛下 林将军说得有理 陛下 臣已命人 将樊昌押回都城审问 一定要抓出此次幕后黑手 你先好好养伤 不要操这些心 开心一些 不要整着板着个脸 不是审案 就是打打杀杀 倘若日后娶个心夫 还不瞎着人家 陛下还真是三句话 不理娶心夫啊 你要早日澄清 朕绝不再提 陛下 纪大人 臣还有公务未曾处理 先行告退 那个旁边那朵 最大的那朵 好 好 不是那个旁边那朵 哪朵呀 你看那个 那个 嗯 你担到了吗 好 好 你快点 我 妈 你快点 好好好 好 句话不紧 不紧 担到了吗 给我给我给我 你看我 你看我 蘸这朵花可好看呀 好看 若是文家阿雄见了 肯定会喜欢的吧 句话句话 可我不敢这么称呼 那是圣上明慧 说不得 阿云 就算你摘花与我蘸发 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你若是再说这种话 我就叫我阿雄 用棍棒 叫你打出去 阿雄 阿雄 阿 阿雄 你瞧 这就是我堂兄家 那个吃白食的指责 我 侄子 给女公子见安了 这些年 一年紧不佳 食不糊口 他就千里迢迢 跑到这儿 投奔我阿雄来了 女公子连凭稀有 子侄们感恩戴德 女公子 女公子今日看起来气色甚好 虽近日来春寒乍暖 但羊肉羹 还是要继续用的 你只管好自己便是了 闻得着你对我指指点点的 当年圣上征伐时 崔侯便是先行官 一路过关斩将 从不畏惧生死 我听闻此次 崔侯亦是打探军情归来 崔侯也是真心惦记女君 每次少主公来 十次到有八次能遇见她 女君连少主公 是自己的亲子都不记得 又怎会领受崔侯的殷勤 她倒也不是什么都不记得 嫁人前的事 还是依稀记得一些的 她此时此刻当自己 还是刚急急的小女娘 怎么 以为崔侯还是那时 青梅竹马的玩伴呢 阿兄啊 你叫我莫在背后非议 这陈年旧事 你倒是记得比我还轻如意 我 崇阳侯怎么来了 你不想说 你是不是 她这一座 可疑 好 我 可疑 这这就是 他们 都是 那个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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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行 丁一 是你服了我 你去死了 俊阳 来人呀 你去死了 你去死了 快走 先扶你军区消息 你去死了 你多不去死 你去死了 你去死了 明知此处不欢迎你 为何不请自满 我来关心 自己的夫人和孩子 有什么不同 你怎么还要 连称君华为夫人 你算他哪门子的郎许人 那也比你强 你苦苦纠缠君华了 几十年 他连正眼都没看过 子晟 阿父来时有重要的事情 樊长一案牵扯军械 应叫庭卫府审理 你又何必躺着浑水 而且此案 牵扯朝中从龙功臣 他们都是跟随 圣上建国 向无上荣耀 圣上怎么能 因为区区的一些军险之事 为难共骨之臣 我与纪大人一同审理此案 是圣上的意思 我想要的 只有真相 子晟 你终究年龄生气 为夫要承担起教导职责 听阿父一句话 就此把手吧 当年霍家兄长 帮圣上夺下江山 也是子晟一般的年纪 盈毅 你凭什么小看人 子晟 我与你站在一处 甘管此案牵扯到谁 你尽管去查 要是有人敢动力分毫 我最佑第一个和他拼命 最佑 你这话说得太轻巧了吧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我都保不住他 现在他们已经动手了 子晟 你可知 一个时辰前 朝遇被劫 樊昌献衣逃脱 接下来的案子 该怎么查 子晟 遇到大麻烦了